究竟移民是否很難 澳洲生活是怎樣的? 190? 189? 482? 191? 是甚麼來的? OET2D,PTE2D,還是IOS好些呢? 我相信這些全部都是你 想去澳洲的時候有想過 甚至乎上網看完 都不知道它適合甚麼時候 所以這個頻道就是想著 分享一下我移民去澳洲 拿護士技術移民的生路歷程 當然啦 亦都記錄一下究竟我由香港 一個得罪人多 稱呼人少的死小孩 究竟過去澳洲做護士的生活 會是怎樣? 一起來 肥兵2O Let's go! 好,來正題吧 究竟如果你想去澳洲 用技術移民這個方法 用護士這個身份 我究竟要做甚麼呢? 其實你首先就是要取得到你護士的那個牌 是一個澳洲護士牌 而澳洲護士牌是由一個澳洲的機構 叫APRA APRA這個機構是負責出你的Nursing Council 出你的Registration那個牌 而你出到APRA這個牌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申請你當地的工作工種 你亦都有資格去當地工作 那好吧 當你要調校APRA的時候 其實你有一系列的文件 是需要交上去的 Animic 都是 不過我們先說APRA 我都調校了文件 都好一段時間 我覺得其中一個最繁複的手足 是調校你的文件 因為你不是單止自己有的文件 你是還要去Nursing Council 申請Certificate of Good Standing 你亦都要學校去提供一些資料 證明你的畢業 但如果我看回我自己當地工作的Nursing 首先你要在APRA完成一個Self Check Self Check 就是評估你讀書那間機構出的牌 出的課程是否合乎他們的資歷 絕大部份在香港RN的畢業課程 都是符合Stream A 而你做完Stream A 之後 評估了你是判斷的 你就可以真的做一個 Online course Online course 其實只是講述你在澳洲的醫療系統 怎樣運作 Aboriginal 或者他們的referral 的時候 你要是怎樣運作 怎樣做 但是這個 course 是必須要上的 那我其實覺得是頗好玩的 因為你都真的學到一下 別人在澳洲的醫療系統 完成了之後 你就可以去下一步 下一步的時候 你基本上 就可以申請你的application 但是你的application 其實裏面有一系列的文件 是需要繳交的 最重要的是你需要一個Valig的passport 最好的passport 年期有這麼長 然後 你所有的大學畢業證書 以及transcript 都需要的 記住 這個是要真的掃描 不可以用一個photo手機cam scanner 拍攝完掃描 其實就不是一個最好的效果 然後也有你的AA level 或者你DSC 或者你IB的就是IB 好啦 之後也要你的RN的license 有相片的一張 記得都是要掃描的 Color scan 之後也要一個practicing license 由你執業到現在 每一張都要包含下去 然後也要你的professional reference letter 什麼意思呢 很多人對這裡有點激烈的 基本上意思就是 你每做過任何一帶的地方 你都要你的上司 幫你寫一封的reference letter 這封reference letter 其實是很重要的 它其實是直接 去幫你和ANMAC申請 或者跟APRA 證明 你在工作的時候 有你的competency 有你的能力 記得這封信 最好最好 是要有醫院的letterhead 醫院的logo 你說不是 但可能有些已經退休了 那沒有辦法 但是用你的方法 儘量令到 那封信 有這麼professional 得這麼professional 因為其實那封信 直接告訴APRA 你是一個什麼人才 你有沒有資格 之後 就到你現在工作的環境 申請一個 SOS Statement of Service 這個可以跟HR申請 如果你是HA的朋友 其實你可以這樣 剷上HR 然後填一張form 之後 一星期左右 就會給你一個Statement of Service 最好寫 Full Time Working Hours 以及Total Working Hours 但HA的HR 基本上不會有空 和你計算 Total Working Hours 如果你是Part Time 就要留意 因為APRA寫得明 如果是Part Time的朋友 必須要擁有這個數值 但如果你是Full Time 其實就沒有所謂 好了 之後 亦有一個CV CV 就是APRA特定的format 大家可以搜尋APRA的網站 看看它要求的format 是什麼 然後 你要提供 International Criminal History 就是你有沒有國際罪犯 或者國際犯罪的證明 這個 跟 在警務處申請的 良文證 有點不同 APRA要求 International Criminal History 其實是有兩間公司 給你選擇的 其中一間叫Feed to Work 我只是用Feed to Work來選擇 基本上就是你付錢 然後他就會用自己的方式 查核你有沒有犯罪的記錄 然後他會將證書 或者證明的Certificate 直接給APRA 是不會經理手 所以你是不會得知你的結果 所以 話雖如此 你沒有犯罪的 其實你也不用擔心 還有就是 Certificate of Good Standing 即是你Nursing Council 要去申請一個證明 就是證明你的學校 證明你的 Registry 你的Registration 還是Valid 中途沒有被人停下牌 發出過市 之後 有一條影片 會再教大家 怎樣去 湖中大廈申請 這封COAGS 而且APRA也會要求你的學校 將一個 Official Transcript 以及一個 你們學校的證明 你們的Certificate of Gooding 是Valid 要寄到APRA 以我認知 KongYu Ciu Poly 問題不大 因為他們 這麼多年 也有不少的朋友 都申請過澳洲 但有一件事要值得 提醒的就是 這封 Official Transcript 你學校的Statement 以及你學校的 Course Registration 那些Information 是要直接 由School 寄去APRA 和AMAC 不可以由你自己家寄 不可以你經手 不可以你開封信 這個要留意 Nursing Council 大家其實不用擔心 因為他們這麼多年 已經有很多 很多 很多 的 護士 正在做這件事 大家可以在網上找一個 Template 通常有封 Request 說 你這個Certificate of Gooding 之後 麻煩幫我寄去APRA 寄去NMAN 我看過 上網是有Template 不太執著 說這件事 因為這個上網有 還有會有條影片 再教大家 好了 以上 剛才所說的所有文件 你得到手之後 有件事很重要 要做的就是 你要找一個 一個律師 或者一個太平紳士 JP Justice of Peace 去證明你那些是 True Copy 即是說什麼呢 你要所有的文件 檢查好 再印出來之後 再拿去 一個JP 告訴他 這個就是我的 這個就是我的 Degree 這個就是我的 DSE IB 等他再寫 幫你Declare 這個是真職 要留意的就是 APRA 對有 相片的文件 沒有相片的文件 還有沒有 Multiple Page的文件 都有很嚴謹的要求 需要你寫什麼 我怕說錯給你聽 所以你自己上網找清楚 看清楚APRA的Standard 你寫錯一個字 你寫錯一句字 文法文句次序 不對 你就算找JP Sanidize True Copy 都用來APRA 是會彈回頭的 而彈回頭的話 你的Processing Time 又會長了 怎樣找JP 又是一個有趣的地方 因為很多人 之前說找 總之有些太平紳士暫時 找不到 每一位的太平紳士 都有義務幫你 去Certified True Copy 其實太平紳士的辦事處 你是有機會可以直接 刷上去找他們 當然 他們當然會 你會選擇 合約 我聽過有些朋友 他們找太平紳士的時候 太平紳士是約了 Pasific Coffee 就這樣有個隱形 扔上去 我找那個太平紳士 是不同的 他就要我手抄心 每一句東西上去 然後他真的會看到 所有的True Copy 然後才幫你 吸引印 再幫你簽名 我的太平紳士是 做得非常足夠的 到了Certified True Copy之後 就要再刷入所有文件 進入電腦 大家也可以上網看 現在給大家一個很短的概念 大家要怎樣做 留意的就是 Nursing Council 申請的Certificate of Good Standing 只是有三個月的有限期 所以如果你申請了第一次 Nursing Council 幫你寄上去的時候 他收到那一刻 他就會看回Nursing Council 寫的日期 如果你三個月後 或者APRA 批准你那個牌子的時候 已過了三個月 你是有需要 再申請多一份CGOS 所以我會經常跟我的同事說 你真的有心搞 先確定你的英文考好 先確定你的Certificate of Good Standing 因為時間 不等人的 你考不懂英文 你隨時拖你半年 或者拖你三四個月 你到時的CGOS 就會 不便宜 而你交完文件之後 基本上 你就是等APRA那邊做事 APRA那邊每個CASE 其實會提供一個 CEO給你的CASE Officer 而這個CASE Officer 就會跟進你的CASE 的情況 它會是你直接應對人 但是留意 經常有人說 澳洲人做事很慢 對呀 澳洲人做事真的有點慢 你還不能吹 其實因為 CASE Officer 如果他放大架的話 他放大架 是沒有人跟你跟進的 那就看守神 我那個CASE 因為 我有其他原因 不停不停電郵他 所以他應該對我的情況 都比較熟悉 所以 都快手 而且說真的 其實他是很幫助的 APRA的 搞多久呢 通常 Officially 的說法 通常是三個月 至六個月不等 因為 COVID的情況下 他們就 我的移民agent 就說他們請了一批新的人 來 所以拖慢了 但我看回我自己的申請那一天 到PIP 即是Principal Approval 其實是大概兩個半月左右 如果大家有真的做APRA 或者你接下來的APRA 其實他的網站 是可以跟進你自己 每一刻的情況 例如 這一個就是APRA的網站 你可以跟進你自己的進度 它是Tic-Tic-Tic Check Box 他做到哪裏呢 其實你是有能力 Tic-Tic Check Box 大家看到我現在 就是PIP Pending PIP 其實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 批了 imprincipal Approval的時候 你的人是要飛去澳洲 拿起你所有的文件 再告訴他 我就是我聲稱的本人 我的文件全部是正確的 而大家在香港 尤其是香港現在的情況 很多的朋友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飛不了 可能他上班拿不到AL 拿不到No Pay Leave 拿不到Leave 經理人不放假 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 APRA在COVID期間 其實他們都很著情去處理 因為給了很多的延伸 大家盡量延伸 但其實遠古至今 通常PIP是不能延伸的 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現在是COVID的情況下 所以才延伸的 因為我暫時都還在香港 我還沒飛過澳洲 所以剛才iPhone看到的樣子 都是pending present in person 我到接下來 真的飛去的時候 我就再跟大家 親身去 直擊 究竟PIP是要怎樣做 其實APRA的處理手法 都解釋得得七七八八 PREPARATION 盡量早點做 早點問你們曾經工作過的地方 其實任何一個supervisor 都可以的 一個APN 都可以的 你喜歡找經理都可以的 這個色情專便 但是早點找 因為你不會知道 幫你寫那個人 是要多久 希望大家 申請這份文件的時候順利 有問題的 我不介意大家PM 我的 但你DM 我未必一定會復你 始終我不是一個移民Agent 我都怕我說錯話給你聽 你跟錯了我就拉到我 我真是純粹分享 剛才我明白 其實搞移民 技術移民這件事 我們護士其實是 很多手足要搞的 尤其是澳洲 不需要我們去考任何試 直接拿到牌 這個是澳洲政府很favor 很treasure我們的牌 我經常跟我說 香港不珍惜我們不要緊 原來地球上還有很多國家 需要我們 很多地方 是比香港更加珍惜我們 我亦都覺得 大家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拿著這個opportunity 去嘗試 這條片就講得七七八八了 其實都講解了 ARPRA NMAC 文件上的東西 要求上的東西 是煩的 是 累的 真是累的 是反反呼呼 來來來回回的 不要氣餒 你有恆心 你怎樣也一定做到的 雖然很行 但是 真的 值得一試 越早做越好 你永遠不知道澳洲政府 到哪一刻 會不再認受我們香港的ARPRA 下條片 就會教大家 如何在湖中大廈申請 Certificate of Good Standing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 Subscribe 留言 希望我所說的東西 幫到你們 將來 幫到你們 申請 一起大家去澳洲 繼續奮鬥 好